110年出力馆杯经典建立三项锦标赛 30号在新北市秀朗活动中新举行 来自秀林乡的黄亭佳和方慧玲 而且在蹲举、卧举、应举和团队荣获第一名的殊荣 花莲县青年发展许资询委员会委员王沈刚竹 也前往鼓励选手们的战机 并且也会在花莲将大力推动建立单项运动 希望能够带动运动观光活动 秀林乡建立选手参加110年新北出力馆杯 经历建立三项锦标赛荣获夹击第一名 包括教练黄亭佳选手方慧玲双双斗获得第一名 可以说是秀林之光 教练黄亭佳表示三年前从事建立运动 相当热衷心的单项运动来挑战 由于在训练和比赛过程当中 大家相互切磋技术 以及相互照顾好像大家庭一样 让他是相当的感动 就是大家一个热忱嘛 就一起练 这是建立很温暖的地方 就是这种东西 大家就是互相 因为重量比较大 大家会互相帮忙 互相去鼓 互相去鼓励彼此 然后去突破自己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训练氛围 选手方慧玲表示 感谢他的老公陪伴者来训练 重量训练 虽然辛苦 获得第一名可以说是给老公最好的礼物 专心把重心完全放在三项 然后才拿出这样的成绩 然后我就觉得 怎么讲 这个成绩真的是非常棒啦 这段时间真的很辛苦 他们都看得到 就是练这三项不是这么简单的 然后不管是体重限制 饮食控制 包含训练 这些都要特别的去 就是拿捏好 很辛苦 非常的辛苦 不只给家人 最主要是给我先生最好的成绩 对 因为他真的很辛苦 带我带成这样子 嗨呀嗨呀 真的 真的 这个是给他最好的回报 还有 呃 这些朋友 就是也谢谢他们很支持我 对啊对啊 就这样 OK 放会的老公林小军表示 一路陪着老婆进行重量训练 心中可以说是相当心疼 不过对他的要求也是相当的高 人后地名 他是相当的开心 其实真的蛮痛苦的啦 然后就是老婆在信念的时候 还是会心疼啊 因为怕他受伤 因为毕竟他要一直磨一些大重量 大重量的不断的去在他身上这样子 一直磨一直磨一直磨这样子 然后一直逼他这样子 让他说不要放弃 就说出去比赛才会有好成绩这样子 我老婆我觉得很荣幸啊 能有这个机会拿到他都拿到第一名这样子 很厉害 同样是花莲成功企业家 秀琳赤光也是花莲县 今年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王审的刚主 也前来向学生的交易打气 由于今天运动在花莲并没有大约推广 不过看到秀琳香 今天们有优秀的选手 他则是会大约推动这项单身运动 亭家的带领之下 让我们德鲁谷得到这次的第一名 这是一个我们整个秀琳香的荣耀 建立这边上次有请问过亭家 我们建立这边就有委员会了 只是说可能希望说未来 我看到说那个馆长成绩师在那边 那这边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结合地方的 像那些健身房啊 然后再配合委员会其实都可以 也可以做一个花莲的花莲碑啊 还是怎么样的 然后也可以来吸引更多人 从事这样的活动 广场刚主表示 秀琳香有优秀的建立选手 他是相当的荣耀 为了他也将筹划建立运动 带动部落观光 在比赛过程当中来花点处数 同时也来秀琳香部落走一走 希望能够带动地方的观光产业 不仅让大家认识秀琳香的优秀选手 也让大家认识泰鲁谷主的文化之美 记得请你选择我老